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就在最近 湖南省石地村一支施工队 在修路过程中意外挖出了一堆 外形酷似龙爪的化石 它的体型非常巨大 目测有五六米的样子 从厚重的土堆里伸出来的这个爪子 外表还覆盖着栩栩如生的鳞片 当施工队发现龙爪化石的消息传出来后 立刻吸引了附近大量的村民前来围观 甚至还有人当场开启了直播 而当这个视频传到网上后 更是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难道我们就要见证历史 发掘出真龙的化石了吗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聊过 龙在上古神话中是一种神兽 大量的传说和古籍都能看到龙的记载 因为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实体 所以关于龙是否存在很大的争议 古人创造的十二生肖中 也唯独龙在现实生活中无迹可寻 这就让龙是否真实存在 变得更加迷雾重重 因此在那期视频中 我们着重讲了龙在现实生活中 究竟是什么东西 以及它存在的几种可能性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如果龙真实存在的话 它又是如何消失的 为何我们如今只能从传说和古籍中 看到龙的记载 而现实生活中却无迹可寻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时间回到1944年8月 赵元县陈家为子村 一位村民在出行时 突然在松花江沙滩上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生物 它全身漆黑 身长足足有十几米 全身长满了鱼鳞 头大如牛 四只脚深深地陷入泥土中 额头长有一对鸡脚 和神话传说中的龙长得一模一样 此时它躺在沙滩上 身体上下起伏 嘴一张一合 显然已经到了临终之际 村民感觉十分惊奇 赶紧回村子里叫人 没多久的功夫 事情便传得人尽皆知 村民们纷纷往松花江赶 规模达上百人 大家都想要一睹真龙的风采 就在众人围绕黑龙 嘖嘖称奇的时候 天空突然乌云大作 没一会儿便下起了斗大的雨点 村民们赶紧往村子里跑 大雨下了一整夜 导致松花江水位暴涨 大水奔涌上岸边 但离奇的是 靠近松花江沿岸的陈家维子村 最终竟然安然无恙 到了第二天一早雨逐渐转小 百姓们再次赶往沙滩 却发现黑龙已经消失不见 坠龙的地方只剩下一条深沟 沙土中还弥漫着浓重的腥味 当地人都认为 这条龙是趁大雨 在当天晚上腾空飞走不知所踪了 这就是1944年松花江坠龙事件原貌 整个事件中足足有上百人声称自己的确见到了真龙 而在实际采访中 他们的说法也大同小异 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龙 如果有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只存在于口口相传呢 如果没有 从古至今的古人看到的龙又是从何而来呢 最早和龙有关的传说发生在秦始皇时期 众所周知 秦皇嬴政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后 便沉迷于长生不老 最先派遣的是卢生到东海仙山求不死药 卢生多方寻求无果后开始担心始皇降罪 于是偷偷在南国过起了隐居生活 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绍阳武冈云山附近 传说 他隐居时参悟天地大道 诚心毅力有果 于是上天就派遣神仙 下来封他为福寿爷 有一天凌晨 卢生便收拾好行囊 准备前往南海朝圣 再走到一座大山下 突然冒出来一匹外貌神骏的千里马 只见马儿跃起前之 仰天长鸣 似乎是在邀请福寿爷上马 而福寿爷则双掌一合 微微躬身说 不敢劳家 随后 走上前去 卸掉马鞍缰绳 轻扶着马儿 额头的鬓毛说 献出你的真身吧 话刚说完 这匹骏马卷翻身腾空而起 化作一条巨龙 仰天长啸如同雷鸣 伴随着长啸声 远处天边就飞来了八条幼龙 这九条龙共同游动在福寿爷上方 像是护卫一样 一直护送到现在的武冈东南方向的浪山 九条龙见这里群山林立不肯离去 于是福寿爷大声说 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不要忘本 不可在他乡久留 九龙听了之后 就回到原来的那座大山附近 而这座大山便被称之为九龙山 九龙山方圆百里范围内 就叫做龙回之地 巧合的是 在我们视频开头湖南省石地村 那个发现龙爪的山头 叫做龙头岭 除此之外 附近还有很多带龙字的村子 比如陈龙村 龙菊村 红龙冲等 并且石地村 距离东北方向的龙回县 仅30公里左右 而龙回县原名恰恰就叫龙回县 也就是九条龙回去的地方 因为在封建时代 龙回犯帝王际会 所以明代之后 屈膝谐改为龙回 设置了龙回县 龙回巡检司 并且在清代的当地大户 刘氏家族族谱中有记载 所有龙奉二行之地名 因圣谕进阁 礼和秉尊 若作蛇鸟自带 孔施其意 便改龙为龙 视为帝行说 除此之外 龙回县还有很多 关于龙的神话故事 这么看来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 早在几千年前 当地的先民就发现过 类似这样的 龙形生物遗骸 或者化石 并且 那些发现的故事 传到今天变成了神话传说呢 如果这是真的 在这几千年的时间里 龙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又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多起坠龙事件呢 关于龙 许多证实中都有记载 比如史记 左传 九州药记等 这些史料中 不但记录了龙的存在 甚至还记录了 在上古的余下之际 出现了两个 擅长养龙的家族 他们专职为当时的 帝王养龙显赫一时 据史料记载 顺帝时期 有一个叫董父的人 擅长养龙 他通过把握龙的习性 和食欲来饲养龙 顺帝听说此事后 喜出望外 便招来董父 刺其姓 幻龙氏 让他专门为王氏养龙 但龙是圣洁之物 极其难饲养 非甘泉不饮 非灵水不息 为了养好龙 董父普天之下寻找甘泉 最终在山西省 文喜县境内 发现了一条 长四十华里的大甘泉 水质俱佳 犹如湖泊 清澈明亮 这里简直就是 幻养龙的相宜圣地 这便是今天的喜闻县 东北方 横跨东镇和里元镇的 白水滩 于是董父便在此处定居下来 因为养龙有功 顺地便把白水滩一带 赐给董父 作为他的封地 成为幻龙氏的董父家族 便世代在此为王氏养龙 然而龙非凡物 一般人是无法征服的 除了天地之子的帝王外 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本领的 特殊氏族或人物 才具有征服龙的专门本领 桃堂市地摇 有一只后裔刘氏族 以狩猎为职业 也是最优秀的狩猎氏族 他们自然希望能够成为 征服龙的氏族 下朝时 龙氏族诞生了一个男孩 出生时 手掌中有刘类儿子 龙氏族的人便认为 这正是神锐肇氏 也就是刘氏族将要成为 征服龙的氏族 于是刘类被推举为 刘氏本族的首领 担负着神圣的使命 为了学到征服龙的本领 刘类稍微大一些便离开家乡 到幻龙氏族那里 去学习训养龙的本领 天资聪明的刘类 很快就学有所成 成为当时中原部落中 小有名气的训龙能手 下朝第八代国君 孔甲是一位专号鬼神之士 不证宫廷 不误得证的君王 孔甲在一次外出打猎时 遇到两只他从来没见到的动物 大臣告诉他 这动物是龙 于是孔甲派人 将这两只动物带回了宫廷 但他自己却不会饲养 孔甲于是派人去找 最擅长训养龙的换龙氏族人 但没有找到 这是刘类便毛随自荐 主动请求承担龙的训养工作 而孔甲在宫廷专门为了养龙 造了两座大水池 把抓来的两条龙交给刘类饲养 刘类养龙非常有一套 把两条龙养得非常精壮 刘甲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于是颁布命令 正式任命刘类为王室训龙官 并赐给刘类育龙氏的姓氏 宣布由他取代换龙氏的工作 然而龙这种生物是非常难饲养的 刘类虽然在换龙氏那里 系统学过龙的训养术 但是难免会出差错 果然过了四年 也就是孔甲七年时 刘类负责训养的两条龙中 突然死了一条雌龙 活着的熊龙 没日没夜的死叫 忽然有一天 天空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 河水猛涨 这条熊龙也顺河游走了 刘类驯养的两条龙 一条死了一条跑了 刘类眼看无法向孔甲交差 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死龙剁碎做成肉饼 谎称是东海大鱼的肉 派人送给孔甲 不料这龙肉味道还非常美 孔甲不知实情 吃了还大加赞赏 并派使者向刘类再次索求龙肉 刘类无法拒绝 又不能说出实情 自知闯了大祸 害怕事情败露后会足灭家王 于是带了一部分族人 偷偷逃离下朝都城 迁到鲁县一带隐居起来 虽然刘类躲过了灭族之灾 但是他的族人从此一分为二 一部分随刘类迁到鲁县一带 一部分则继续留在刘氏族的旧地 刘翼一带 听完这些故事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呢 没错 这些正实里记载的故事 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极其隐晦的真相 如果龙真的存在过的话 那么他消失的真正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被古代帝王们吃霉的呢 因为这些记载都在告诉我们 龙肉可以食用 自古以来 龙被赋予了各种神奇的功能 比如可以飞天遁地 寿命非常长 而在古代那个思想封建的时期 人们都认为 只要吃了寿命长的东西 就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 有钱的人甚至会请方式来炼制所谓的丹药 几乎每个帝王对于能够延长寿命的东西 都无比执着 而这种想要延年益寿的思想 甚至一直遗留到了现代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 假如现在你面前摆了一盘做好的龙肉 你会想尝尝它的味道吗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答案 至于现代人发现的很多坠龙事件 为什么第二天龙就消失不见 有的现场只会剩下一堆海骨 这个答案应该也是呼之欲出 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一种推测 龙作为我们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兽 我可真不希望它是以这种方式消失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